第三十一集 上集说到这上官杰 桑红阳等人密谋发动了宫廷政变 御史大夫桑红阳 是在盐铁会议上与霍光对峙 最后失败 又加上他曾经替子弟谋官 遭到了霍光的拒绝 因此他对霍光是非常的憎恨 霍光 上官杰两家 虽然是亲家 但两人之间还因为权力而产生了矛盾 上官杰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 必须将压在他头上的霍光除去 而恶议长公主又因为 霍光未答应给他的情夫封关 而心生怨恨 也想除掉这霍光 汉武第三子燕王刘旦 因太子自杀 赐予早死 满以为这地位非他莫属 不想啊 却传给了哨子 故对昭帝无不怨恨 如此一来 这四方一拍即合 着手进行行动 上官杰和桑红阳暗中收集霍光的过失 把材料交给了燕王刘旦 刘坛派人上书弹劾霍光 上官杰和桑红阳 趁霍光沐浴回家之际 劝昭帝把燕王的奏书下发百官 罢免霍光 不料啊 这汉昭帝把燕王的奏折留下了 不肯下发 霍光上朝来见 这年仅十四岁的昭帝 看出了这份奏章有益处 并点明了其中很多不戒实际的地方 他力保霍光无事 就这样 一场只在除掉霍光的计划泡汤了 这上官杰等人不甘心失败 决心铤而走险 他们决定由恶议长公主出面 请霍光吃酒 借机杀掉霍光 然后除掉燕王榴弹 废除昭帝 拥立上官杰为敌 不料 他们的阴谋被使者烟仓侦查并告发 昭帝与霍光发兵 肃杀上官杰父子 桑洪阳等人诛灭三族 恶议长公主和燕王自杀 这场政变粉碎后 朝政逐渐趋于安定 公元前77年 昭帝年满18岁 举行了冠礼 按照旧制 加冠之后 昭帝清政 但军权仍旧委派给霍光 霍光执掌大权 不专权跋扈 君臣相安无事 这一度成为历史美谈 在昭帝和霍光的治理下 汉帝国政局稳定 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昭帝清政后的第三年 暴病而亡 年仅21岁 国政局稳定